记者陈丽严新北报道,特尔台北国际城人展将于明天起跑,于3日至5日在新北市工商展览中心盛大开展,AV一天后高桥圣子金面率领明日花旗罗,桥本有菜,朱莲,有甜菜叶香,追明空等人气AV女优,于下午的记者会合体,六位女优其路雄伟事业现抢镜,再加上梁公秦音, 吉川爱美等17位女优,现场波涛汹涌,乃相思议,特尔台北国际城人展记者会,记者潘少堂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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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六位女优将在城人展登上旋转媒体寿司舞台,明日花旗罗表示,我最喜欢吃寿司了, 看到寿司好开心,画面应该很美,大家尽量拍窝 高桥胜子也兴奋知乎,我也很喜欢吃寿司,最喜欢吃虾子,我想跟虾子一样躺在上面,让大家好好拍 之后,六位女优一起敲冰雕庆功,庆祝三天展览突破十万人次 随后,六叔换上比基尼抢先体验旋转媒体寿司舞台,大百聊人姿势让媒体设好设满,特尔台北国际城人展记者会,明日花旗罗 记者潘少堂社,特尔台北国际城人展记者会,明日花旗罗 记者潘少堂社,特尔台北国际城人展记者会,明日花旗罗 记者潘少堂社,特尔台北国际城人展记者会,高桥圣子 记者潘少堂社,特尔台北国际城人展记者会,高桥圣子 记者潘少堂社,此外,今下午情色教竹 雪碧也携安西,张雨昕,Ivy,心有礼 真宁等JKF女郎亮相,届时会带领100位JKF女郎招待粉丝 雪碧大胆料化,会使出三种方式和粉丝交流 让粉丝有满满的收获,眼神交流,肢体交流,灵魂交流,神交 让粉丝有开心的感觉 而今天记者会的另一亮点是JVIP Girls 雨沫,万子的泡泡与闲尸体验,雨沫更当场脱衣博版面,引发媒体一阵抢拍 被问到万亿粉丝不慎有生理反应要怎么处理 雪碧笑说,男人碰到正妹性感火烂的刺激有反应很正常 如果没反应就觉得太奇怪了,会建议他去买冰淇淋来消消火,体验,上下冰火五重天,的感觉 特尔台北国际成人展记者会 记者潘少堂社,特尔台北国际成人展记者会 记者潘少堂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